中文字幕 李宗盛 《窗边门》的读者 你们好 我是学知员声语可逸校张奇奇校长 其实疫情当然有它的问题存在 凡事都有两面体 如果有能量和正面的态度 其实可以将一些幻略的东西 变成一个挑战 我们都有一些相应的方法 例如我们都一定要用Zoom 我们定时跟小朋友在视像里面沟通 也配合了一些主题 或者有一些新的奇趣框框 提供他们一个机会 有个兴趣的维持 除了这个Zoom 我们叫做Zoom Teaching之外 也有个我们叫做Video Teaching 一些我们网上的教学 我们都是让家长可以放工之后 就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看 那里面有主题活动相关的东西 而且也有一些我们叫做 让家长知道如何帮小朋友 在你主题上做的功夫 除了刚才那两样 其实还有一个是家长可以同小孩拍片 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任何的方向 例如他们可以跳舞 唱首歌 或者做一些魔术表演 寄回来给老师 老师就会给口语的评分 可能让他们听到老师的声音 老师会说你真的做得很好 那他们会很开心 也有想到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因为家长当时是Home Office 就是他们要在家工作 普通小孩的机会是多了 但相反我们出街就少了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新的构思 就是我们叫做LHK Museums 当时其实叫做CPLV Museums 我们为什么要想到Museums 我们就在想 如果有质素的学习的地方 其实应该是博物馆 那我们就会在当中给了一些活动 那我们就会给家长一些相关性的任务 而这些任务 其实随手在家里也拿到来做的 做完之后 将剪片上载到我们的平台 平台我们收了之后 管长就会将它上载 让我们的家长自己瀏覽 所以他们除了看到自己的作品 也能看到别人的作品 所以他们很兴奋 除了他们多了一些活动去做之外 他们也能够懂得欣赏别人